今天拍一个简单的视频 说明是什么事 就是说这个卡丘弹弓的公眼 当然目前来讲 我只见证了两个品牌 它的公眼站的眉毛不上皮筋 具体品牌就不说了 绝大多数的卡丘弹弓 还是在公眼上上皮筋 一般人都 一般的公眼都选择自己处理 我这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这样的 用这个沙纸 转成锥形的 这个大小 自己掌握 正好卡进去最好 然后穿进来 和沙鱼 旋转方向要一致 这样穿 转的同时 两个手指 就是细端 要稍微给这个弹弓 一点力量 这种旋转方式 我试了试 就是说要比这样弦 就是这样弦 不知道视频应该能排行 比这样弦 稍微好一点 当然了这是各处几件 欢迎大家提意见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样可以 这样的话 我倒喜欢是这样 这样均匀 而且可以长时间的行转 当然了有垫墨 叫吊墨 叫吊墨 叫什么 有那个东西会更好使 但是 它的沙鱼 不是它的沙鱼头 或者是羊毛鱼 这么小的不好找 我找了好多色油 但是 那手钉钻是不能使的 手钉钻 首先它的同周度不够好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舍过都知道了 我懒得去夸它们了 当然了 沙鱼需要有一个厚度的变 不是这个 木术的变化 不能单一一种木术 当然了 再给大家提供 提一个注意事项 就一定要控制好这个 别把自己凿着 这个很重的 金属能够砸在脑袋上 那就不能害我了 刚刚总共四个公雅 我现在已经转完了三个了 从那个打磨痕机上看 的确是卡在那个边境的地方 这样旋转的话 比徒手旋转 我感觉的好处就是 相对均匀性好一些 受力吗 毕竟它是周遭的均匀受力 相对来讲是均匀受力 大概就拍这么多 希望能够对各位同好 有帮助 有好处 如果没什么好处的话 大家一下子 再转两下吧 OK 就到这里 就在我们家餐厅拍的 再见 再见 再见